Hello,大家好,我是古木 前几天去厦门参加活动 有几天没有见我的尸头 我回来之后,我发现我的尸头长得大了特别的多 待会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现在我的尸头到底有多大 上面就是我家 这条小路下来 这个是我伯母的菜园子 他现在没盅菜 他借给我关那个尸头 白天他们就在这里玩,看到没有 这些尸头很乖的 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就来了 呃,呃,呃,起床了 吃饱了在睡觉 白天下大雨都在这里过 晚上我就把他们赶到我伯母的那个房间里面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有多大了 这个子相当的恐怖 这只应该是公鹅 比较黑 旁边那个是母鹅 这小花鹅也应该是母鹅 这只应该也是公鹅 还有那个黑丝 现在变成了黄色的 那里有一只花的 那个像我儿也像公鹅 这样拍的话就会吃到他们的个子了 好高啊 他们能够吃到吃不下去的哦 很恐怖的 看 呃,呃,我带我弄点那个青菜给他们吃 这些小家伙怕我拍照的赶 但是他们不怕我这个青菜 呃,呃,呃,呃 快吧 真的是没得出 呃,呃,呃,呃 吃得多 拉得多 长得也快 他们有点怕自拍感 我给大家换个这样的视角来看 是不是特别漂亮 长得好高 站直呢 应该有五六十公分的身高了 目测的话 现在应该有七八斤这样子 但是没有给它撑 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的尸头儿的视频 是不是长得特别的快 最主要的是这些小家伙很认人的 比方说我三四天没见他们 我一叫 他们马上就过来 非常的热情 刚才是因为拿着这个自拍感一开始 他们有点害怕 不过一旦有青菜 有食物给他引诱一下 那个效果又是截然不同的 那如果你不给他们吃那个青菜 他们吃食料的量是非常少的 所以在养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注意给他们搭配一些青菜 麦草这些高纤维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给他们高蛋白 不给他们高纤维 这些鹅很容易发生痛风 到时候会站不起来 那就没得救了 尸头鹅比较容易发生痛风 还有就是那句老话 吃得多才能长得快 一定不要在乎它吃得多少 而应该在乎的是 它能长到多快 那本期的视频到这里结束 等到天气好一点的时候 我再把他们抓来撑一下 看看到底有多少斤 那我们下期再见